2019年的4月15日 成为巴黎人的新岁日 大火把巴黎圣母院的尖塔和屋顶烧毁 这座大教堂是法国人的骄傲 法国人的精神家园 当我们走进这宏伟庄严而又精美的殿堂 仰望祭坛上的十字架 耳听悠扬的管风琴 一种心灵被洗涤净化的感觉 油然而生 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 有人仰慕 有人膜拜 有人想看价值连城的古董艺术品 有人想摸摸钟楼怪人卡西摸斗敲过的打钟 当然 每年造访的一千三百万人中 也有心怀仇恨 刺激破坏的歹徒 两年半前 一辆装满炸药的车停在大教堂旁 幸好被警方及时发现 巴黎圣母院自1163年破土奠基 花了近两百年才建成 八百多年岁月流逝 法国文豪余果在居住巴黎圣母院中说 看到时间和人使那可敬的纪念建筑遭受了无数损伤和破坏 人们不免愤态和感叹 最早的大破坏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1802年 拿破仑重新恢复了巴黎圣母院的宗教职能 1944年 盟军光复巴黎后 戴高勒将军在这里感谢圣母的庇佑 天主教曾是法国的国教 60年代以来 信徒不断减少 虽然还占人口的50% 但每周出席弥撒的信徒只有5% 巴黎圣母院珍藏着基督受难时的圣物 这顶荆棘冠冕是当年耶稣走向刑场时所带 是院藏最宝贵的圣物 还有一枚十字架上钉耶稣的长钉 这就是耶稣将士救赎人类的铁证 按照惯例 将在周五耶稣受难日展示金冠 圣母院神父说 信徒们已经与这顶圣棺一起祈祷超过16个世纪 这是记录耶稣生平的雕塑 这一幅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 他对百姓说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并警告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 留给你们 百姓哪里听得近 把耶稣钉上十字架 但耶稣的预言 仅四十年就应验了 罗马大军攻破耶路撒冷 焚毁圣殿 圣殿 圣灵图炭 塞纳河畔 与圣母院朝夕相伴的巴黎人 眼睁睁看着尖塔在烈焰中倒塌 伤痛欲绝 很多人跪地祷告 全世界为之震惊 各国政要纷纷致电慰问 基督徒们确信 苦难中的祷告 必蒙神垂听 为抢救圣冠及其他珍藏 消防员警察 在大火中组成了人体链条 消防队神父弗尼耶 冒险进入火场 抢救出金冠 五百名消防员 奋战九个多小时 终于扑灭大火 当人们打开教堂大门时 惊叹 烟雾瓦丽中的十字架 完整无缺 闪闪发光 人们毫不怀疑 尖塔将被修复 正如圣母院一次次被毁损 又一次次修复 文明会被摧残 但终究会御火重生 人们在反思 如果把耶稣带过的金冠 只当成古董珍宝 却丢弃基督信仰 又有何意 如果只把尖塔 重建得美轮美奂 而任由人心背离真神 又将把法国带往何方 跪在街头流泪祷告唱诗的人们 给出答案 世界各地为此彻夜祷告的人们 给出答案 大火必将带来信仰的复兴 因为耶稣复活了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